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看到道场里面的诵经的拜餐做佛事 所以很多人会想说他们这样子拿香拜拜 有效吗 这是我想很多人都会有的一个疑问 那么有没有效我们不谈 我们现在说在佛门里面参与所有的佛事应有的一个态度 在讲这个态度之前 我先介绍两个人 第一个就是我黑板写了 就是戒的老和尚 戒的老和尚我们看到 他是1909年生 2011年往生 103岁往生的 他是长州天陵寺的监院 江苏长州 这个是中国在金灿佛事范辈里面的数一数二的道场 尤其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监院就等于注释下面管理大众的总管 第二个人呢 就是这个广池法师 他是1918年到今年是刚好也是103岁 两个都103岁 不过广池可能会活长一点 他还没死 他还在 这个天陵寺的维纳 号称这个金嗓子 我这边手上有一个借着老和尚的这个照片 我讲一下他们两个的故事 首先我们要谈一下 他们可以说是 1949年国民党过来 他们两个都跟着来到台湾 台湾这70年来 可以说各个道场做的大兴佛事 都是他们两个人为领军的人物 尤其是这个广池法师 我们说台湾现在几个大道场 像浮光山 法谷山 灵鳩山 这几个道场 他们最大型的宴口 梁黄 还有水鹿 还有华原字母 都是广池法师教的 都是他的学生教出来的 所以他号称这个金嗓子 那么他们是常年的做这个宴口 可是各位知道 在佛教界有一句话 叫做短命的宴口 长寿的蒙山 如果对佛教了解一点 可能知道什么是蒙山 什么是宴口 可能出入佛 或是对佛教接触少的人 就比较不了解 宴口跟蒙山 他们两个的性质是一样的 常在佛门里面出入的居士 可能都知道 宴口跟蒙山的性质 他们都是造情 我们的王亲眷属 孤魂野鬼 鬼道的众生 来这边 说法给他们听 给他们种善根 然后施食给他们 解除他们的 恶鬼的饥饿 渴的这种苦难 都要吃 这个宴口 跟蒙山都是一样 它有什么差别呢 宴口做起来 它的技术性比较难 比如它里面要打手印 而且它的文字畅念 比较繁复 比较多 蒙山它就比较简单 它也要观想 也要颂咒 可是它的咒语就很简单 它的文字也比较平板 为什么说短命的宴口 常说的蒙山呢 这个具体道理我不太清楚 我的猜想就是 宴口比较难 所以很多做宴口的法 如果它稍微的不注意的话 这个效果没有达到 就损了它的福报 这是我的猜想 而确实有很多 法师常常放咽口的 就真的不长命 有的四十岁 三十岁就走了 所以我要用这个短命的咽口 来衬托 你看借德 广池 他们是常年的放咽口 大概差不多五年前 广池法师大概 九十八岁 九十九十岁的时候 我在一个道场那边 我刚刚准备离开 在居留月眉山 我去那边 也是参加一个活动 我正要离开 刚刚好他去 我就问他干什么 我来放咽口 九十八十九十九岁 你看看他九十八九十岁 身体还这么健壤 还去替人家放咽口 那时候他可以说是 常年累月地放咽口 他怎么不短命 他活得特别比别人长呢 我就讲他的态度 我记得他们两个讲的态度 那么你知道吗 这个水路是中国佛社里面 最大型的 它包含了摘天 包含了梁黄 包含了宴口 包含了宋华元经 包含了打佛妻等等 在这里面呢 就是有好几堂的宴口 所以做水路就要做好几堂的宴口 那宴口可以单独地 放一个晚上 介德跟广师 他们常年的做这个宴口 为什么他们活得这么长寿呢 我刚刚讲的就是 就要谈到他们 他们对于做佛师的态度 我先讲这个戒德 戒德呢不熟 以前 我教的这个 持光禅学院里面有个学生 他后来就赶金探了 叫郑首师 我这边偶尔有一些宴口 四月里面我不会放宴口 请他来帮我们放 就有一次 他就跟里面的注重闲聊天 谈到就是说 郑首师有一次 跟戒德老和尚一起参加水路 戒德当然是祖法 水路里面有三个主要的 主持这个法师的人员 主法 正表跟副表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他们三个轮流的唱念 带着信众 深众一起唱啊念啊 拜啊什么的 戒德当年主法在最前面 正表副表 就是他的后面左右各一个 然后呢 其他的声众在旁边 这个郑首师他就在旁边呢 他就看到了 这个副表呢 唱了一个枪 唱错了 这戒德老和尚就 转过头去 看那个副表一眼 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涵呢 就是说 他是全神专注的 他不但他自己要很用心的 去唱念礼拜 观想 而且呢 他也要照顾到大众的 这种行径 所以呢 你正表副表 唱错一个枪 他都觉得 这样子不恭敬了 所以看一眼提醒你 告诉你呢 不可以大意 不可以呢 走神 这就表现出 戒德老和尚 他的做佛事的这种 恭敬 严谨 所以呢 他做的这个佛事 都非常庄严 有这种神圣感 做主法的人 他的庄严神圣的 当然照感的天神 护法还有这些超见的鬼神的话 都会欢喜 信众们也会觉得很喜悦 所以呢 各大道场呢 做大型的佛事都要请戒德 只要戒德请了 大家都很安心的 因为他负责任嘛 态度嘛 好 这个是我听郑守 是他亲自在 水路遗鬼里面看到的一幕 从这一个小动作里面 我们看到戒着脑子上 他做佛事的这种 态度 广池呢 我认识他 三十多年 最早的时候呢 我大概三十岁不到的时候 我在袁光服务院当教务长 那个时候呢 他就被如务院长的请去 教袁光学生唱饭碑 后来呢 民国八十年 就是一九九一年以后呢 我在台中另外一个地方 当主持兼院长 那个学院有八九十位学生呢 我觉得 广池到我上 因为以前 大家在袁光那边认识 有一点点 善缘呢 所以我就请他 来给学生教艳口 教艳口呢 在课堂 旁边有个老师休息室 我也顺便偶尔去听一下 我也本来想学 后来当然学不成了 听了一些课 听他唱了艳口 我就陪着他 教师休息室呢 喝口茶 就随便聊天 有一次就谈那个话题 我就问他说 我说 管子老老师啊 我说你 唱这个饭碑 做佛事 做佛事这么多年了 而且你也看过很多很多的僧众的 同餐道友一起做佛事呢 你认为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 我来参加佛事 不管是参加也 或者你主持佛事也好 他说很简单 一个字 成 我说非常感谢 我说你一个字 就把这个精神点出来了 所以他就是脱口而出 就是说一个字 成字 我就非常的感受 我一直记得 现在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所以呢 他能够这样脱口而出 就说明了 他内心里面 始终知道 做佛事就是要一种成心态 很诚恳 什么叫成恳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叫做 祭神如神寨 就是中国人讲祭祀祖先的时候呢 你就要认为你的祖先 我们不是有牌位吗 这个牌位就表示祖先坐在那边 你就恭恭敬 像对待父母亲一样的 把这个食物 把这个乡竹 花果供养给你的祖先 你的父母亲 亲人眷属 这就是一种成 或者叫做静的态度 所以我们可以从广词和借德呢 他们对于做佛事的态度 跟他们实际在做佛事中间的一些 言语行为 看到了一个做佛事的典范 就是一种成 或者是一种静 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沉静的态度呢 他们得到了鬼神的拥护 所以能够 你看 他103岁还在给人家诵经做佛事 身体非常的健壤 这就是我们借着老和尚 跟广词导法师呢 他们的因缘呢 来跟各位谈一谈 我们在佛门里面做佛事 诵经礼拜 所应有的一个态度 就是成 敬 二字而已 谢谢大家